荒谬大对决 2020这动荡不安的一年 既然发生了这些荒谬至极的事情 其中最强的荒谬事迹究竟是 首先是网友号称最活泼的保利龙香 这个保利龙香会做出什么 让我们意想不到的行为呢 弹回来了他竟然弹回来了 这个保利龙香竟然如此充满生命力 接下来是属于荒谬的人的比拼 首先是这位爱吃牛排的小哥 即使厨房失火也不愿意放弃 430元的8盎司牛排 被网友誉为牛排馆淡定哥 第二位是荒谬的笨小偷 影片中可以看到他爬进了某个人家里 没想到主人竟然在家里 最后一位则是最会解决问题的男人 被拍到超速的他会怎么做呢 竟然跑去砸毁测速照相机 而提到交通就不得不提到这位超级省油的火车司机 因为追撞卡在砂石车的后面 干脆就顺便载我一程吧 还有这位善用电子花车的大妈 原来电子花车是这样用的啊 最后是危险的禁忌的荒谬事件 首先是这位手机比手重要的勇者 为了捡手机差点吓死机车骑士 漂亮的手还因此上了灵地公社 而网友票选最可怕最惊悚的第一名事件 影片中一名女童被风筝缠住身体 接着卷上高空 随强风猛甩30秒 幸好女童最后被救下来 而且没有受伤 不幸中的大幸 以上就是2020的荒谬事机整理 让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的2021年吧